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出来了 你知道他进了监狱啊 这我才知道 钱能通神啊 这个香港报纸讲啊 把监狱的收买了 在里边不用劳动 甚至可以招他公司的人员到监狱里来开会 能确定吗 香港报纸登的 当然不能确定了 那时候看到一条新闻就说 他在上海就放出来了 可是他那个叫毛什么 毛玉平 毛玉平在香港就受审了 是吧 而且是在香港 三下还是有忧郁的 43岁的毛玉平 你看人香港报纸一说 他没有表现烦躁 安心服刑 你想 我觉得这俩人我挺感慨的 这夫妻二人真是弄朝耳啊 一个46 一个43 一个在上海的监狱 一个在香港的监狱 毛玉平在香港是被判是跟那个什么银行高层勾结的造势嘛 这个人 周正义现在也是 我一看 金额极其巨大 咱们凤凰卫视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还问 我发现现在上海市政府那个女发言人 你也注意到了吗 你看到了吗 政府新风 挺好啊 挺漂亮 而且是微笑 美女发言人啊 长得也挺标志 然后面带微笑 回答任何问题 这很有范儿 我觉得就是如果到处新闻发言人都这个样子 就多好地下来 就是上海生北京话 新思维就道德 对对对 有那种感觉 就是咱们凤凰卫视的记者问他嘛 就是说这个会判无期徒刑吗 但是凤凰卫视怎么问 香港报纸的大字标题都是周正义面临死刑 对 全香港报纸都这么写 但是呢 底下又访问香港的法学教授 法学教授就说啊 我觉得不大可能判死刑 他这个死刑不叫从哪来的 不是 有根据啊 就是说他是做这种假生意 什么跟一个公司做什么叫分解同志 就是虚构的一个生意 上百亿啊 诈骗银行几十个亿啊 开那个那种增值税的那个发票 有一种说法是八千五百万 然后就香港这法律学者就算 就是说从2003年开始 这几年来 有七个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案例 大概是从几千万最多到什么四个亿之类的 说其中有六个判了死刑了 说也是说的有鼻子有眼 我们就真的很难讲是吧 不我我我当然我也不能代替派人 我觉得不至于能判死刑 我在酒吧里见过他 在哪的酒吧 在上海的酒吧 你跟他原来勾结过 勾结不上 勾结不上 人家勾结来着 周围一批名女人 是吧 对 好多年前 怎么样怎么样 说说看一帮女人啊 当时你近身接触的感觉 但是这样的情景呢 其实现在说是周正义了 其实这种景象到处可见 你就今天在北京 上海深圳的夜总会 你都会看到那种 就是一个台包下来 然后那个酒 可能那张 第一个晚上那个酒 就五万十万这样去掉 然后那种场 然后门口呢 就会有很好的车 他完全不需要 遵守停车的规则 就直接停在前面 对不对 这个打一个逼的这种车 根本人家一般人 不大会买的 海外开这种车的人 不会直接开到夜总会 门口停在前面 对对对 这种情景 当然了 他是现在正好 出了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你说这一类的事情 只有他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我们在全国各大城市 看到这种夜生活场合 然后里面一个有钱人 旁边一堆女人 然后门口一堆名车 这些人到了最后 都会变这样 不是到了最后 是到了最后 也不会被抓 那都是抓不住的周正义 哎呦天哪 你这话说的 你这话说的太好 那还是要鼓励消费嘛 是鼓励消费 这又把这些内需嘛 我把这付了 带妹妹们出去玩玩 勾揽明星什么的 没什么不不不 打钱打饿的 我一直 你刚才讲什么假发票啊 什么东西 我就我就提 带一个问题 我有次节目里也讲过嘛 后来被他们笑 都明明笑我 怎么了 就是我 你跟我们的发票啊 都可以跟内容 合法的不同的 那是啊 对不对 那这是中国特殊国情吧 嗯 对不对 就是说你 我上次都讲过这一条 就是说你去 你去住酒店 你住了 梁文道 你住了三天 但最后 你开出发票的时候 不是那张电脑 打出来的单子 而是它另外有一张 跟税局 而且那个才很重要 对不对 它那个数额很重要 但是它那个项目 是可以给你 写别的东西的 它会问你 它会问你名字写什么 比方说梁文道 头上写什么 你梁文道住了 最后你可以写 徐志冬的名字 你住了三个晚上 你最后可以写 吃一顿饭的东西 对 这个东西 为什么就 中国有人家 别的国家就没有呢 香港没有 对不对 美国没有 不可以的 是吗 对啊 不可以 你这么一个简单东西 你说要是这个东西 我有次私下跟他们聊天 我说 反腐反腐 我不懂别的事 你比如说我知道 它有的那个电视台 比如说这个节目 是给你这么多钱 预算 你最后你怎么 把这个钱拿出来 那么最后就得找 我都给过人 找我需要发票 机票 什么都行 最后我把这个交给财务科 我才能把钱拿到 对啊 要不我怎么办节目 但是我在香港 申请了一笔研究金 对不对 比方说有几十万的研究金 对不对 它上面规定好 你可以请学生做研究 可以买书 可以开会旅行 但是你有很多东西 你是不可以的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买了一个电视机 然后我写成办公用品 报在这个 虽然这个几十万都在 但我用不了 还得照样交上去 对啊 是不是 因为一开始 运算里面就已经编列好嘛 他给你这笔钱的时候 除非你呢 你说我发现 原来做到一半的时候 发现有这么一个需要 那你要重新打报告去申请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人家都这么笨 要守住这一条 就是说你助理馆 就得报助理馆 喝茶就得报喝茶 为什么咱们就这么灵活 就是说只要金额不变 那是有特别理由的 那是因为我们中国 有太多不可预计的事情 会发生 对不对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今天假如徐子冬 你不是在香港交大学 你在内地交大学 哪里比研究经费 要去干个什么研究 一开始呢 可能设想很多东西 这个研究可能会牵涉什么开支 叭叭叭叭列下来 等到你真要去做研究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发现问题来了 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你这个研究牵涉到 要口述访问一百个人 那这一百人都没问题 里面突然有十个说 要访问我那得给钱啊 给怎么样啊 或者说你要 或者说你要找到某一个人 你得先经过某个人 然后那个人说你要找他 那你也得给我钱啊 这些事我们平常在别的地方 都比较难预计得到 但是还会出现 但是我跟你讲 还是报 我们学校 就有很多人到北京 到上海去拿资料 Information 就是那个申请了研究金 它里面专门就可以有一项 就是拿材料 要付一些费 而这个费只是在中国才需要 也报得了啊 你只要是讲出名堂了 甚至是你中间介绍费 Agent都可以 只要你讲出名堂的 什么国家都可以跟你报 徐老师 你你这个层次跟人家周争议 还是没法比 不是 你讲的是我们生活中的 这种 但是所有的东西 就是从这样的东西 发展出去 是 他的这个事 你知道吗 他很他很重要的一个是行贿 你知道他能说诈骗几十个亿 或者说什么虚开假发票 他得贿赂银行的人 你知道吗 但是你想想 如果 上百万 他怎么贿赂 上百万的现金 给房子 这么贿赂人 才能够一起设这个局 徐子冬的意思是呢 这种大事 他就是有小事上面的糊涂 累积起来的 对不对 你比如说日常 你能够几百块钱 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那个钱是怎么花的 花在什么项目上 那么慢慢慢慢 大家这个纪律就很松弛 可是问题就是你又要知道 像我不是住在内地的人 我也很清楚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其实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现在在美国 一些商学院开课 现在全世界最热门的市场 就中国 全世界搞生意的人 都想到中国 商学院开课 Money是讲普通话 对然后就很强调 怎么样做这个China trade 然后现在教课 怎么教吗 你现在到机场 你下回你到香港机场 你去那个书店看 你会发现很多中文书 不是很多英文书 里面讲英文书的题目讲什么 那个题目叫关系 G-U-A-N-X-I 都在教这个 然后全在教学生 你在这个公司预算 到了中国之后 该怎么打 全有一套 所以现在是世界与中国接轨 不是中国与世界接轨 全世界都在 他们把关系不翻成英文 不叫relation 他就叫关系 因为英文的relation 完全不是那一套 意思不一样 我跟你讲 你想这个有时候老百姓听了 你就不能不发傻呀 这都是干的什么事 叫操纵证券价格 他就盯住周正义 不是 我不是说盯住他 我就是你讲这个关系啊 它不是一般的关系 你知道就 不是有那本书 叫什么货币战争吗 当然有人说 那也是一种观点 也不见得就对 但是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比如银行家 证券业 他要是操纵 他要是玩什么毛逆啊 他欺负你这老百姓 你就等于是傻子 你懂吗 我听像周正义这事 或者是什么社保基金这事 我听都听不懂啊 你就这个什么 你就说在民主社会里 他那书写的嘛 就感觉是大国际 大银行家家族 对吧 民选社会 你都没戏 这银行家的事 就是你老百姓 知道你都不知道 听懂你都有困难 你的钱就全给人家洗走了 你这段 所以你觉得日常的这个发票 名不符实 事情是小 这一个人弄了几十亿 事情是大 在我看来 这一个人几十亿 事情是小 十几亿人 在用这样的发票 事情是大 哦 那你连着咱们小摊点 你都给我们赌了 他们大摊一样 还摊着呢 呛呛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而且你要知道啊 志东兄 这个不只是支出 没办法计算在中国 收入也是不能估计的 我很多年前的时候 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 是一个 一个大陆社会学家 跟我聊起来 他说很多东西啊 到了中国就很难做 比如说你计算这个收入 人均收入怎么计算 比如说 你要到某个村 做一个田野调查 看看这个村 每个人怎么收入情况怎么样 你发现很难调查 就因为你实在弄不清楚 就灰色收入太多 连那些人被防折 他都说不清 我一年到底收入多少 他很坦白跟你讲了 他算来算去 他说我这钱怎么来的呢 也都不知道 就是整个中国 就处于这种支出与收入 都是没办法计算 很混杂的一个状态 我就简直就像黄仁瑜写啊 就是说过去中国不是说 他有个很有名的说法吗 黄仁瑜 说以前的中国 中国是个不能够在树木制上管理的社会嘛 其实到今天也都 某程度上还是这样嘛 对啊 我就是对数字稀里糊涂 我觉得很典型 但是他刚才私下讲的更惊人的一个看法是 我是认为假以时日 中国会也有社会安全号码 大家人人报税会 越来越制度化 越来越规矩 可是文道说 学中国的规矩容易啊 说不定中国的游戏规则会渐渐的扩大 对 会扩大 将来总有一天 美国人的发票也就灵活使用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的 这个东西啊 就人性是相通的 你说我上次听一个日本人 不是在日本的中国人 你当然现在说中国产品在世界上怎么怎么样 咱都讲了 你这个西方世界是对我们有妖魔化啊 在不论 他可能也属于这种观点 但是你我想提出来 你们觉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他说呀 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最后中国会改变世界 我说怎么就会改变世界 他说你想 他一个东西这么便宜 我们原来比如说生产一个枕头啊 我们是怎么精工制作 我们这个布是什么布 我们这个手工要怎么缝 可是呢 差不多一样的枕头啊 他把这样子抄过去 他做了 他做了 他可能再卖一块钱 你这个还卖五十块钱 你这么大的差距啊 一般消费者 整天去秀水街的 那不去过去的秀水街的 那不竟是老外吗 老外最爱买便宜货了 他就说你看 要这样的话 最后会不会说 我们也都跟中国这样学呢 学了你不就改变世界了吗 就是说这种精工制作 大投入 真正的投入 但是价钱也许高一些的 这种东西 会不会最终慢慢被击垮啊 对 你看比如说你就讲日本吧 日本过去一直以标榜 它的生产品质把握的多好多好 对不对 但最近一年以来 接连发生一些 有上百年历史的食品老工厂 老店 造假 他怎么造假 没错 日本今天的新闻还有呢 对啊 就是把这个明明是 今天要过期的食品 贴的标签是下个月过期 怎么连日本人都搞这一套 然后他们就说没办法 竞争太剧烈 现在 所以我觉得中国真的能改变世界 因为过去我们会有个想法 不是 不是真的 我过去我们有可能 我们是从好的方面改变世界 这也不是坏 对不对 日本人学西方才一百多年 学中国一千多年 所以骨子里边 他们想做假的倾向 那太容易了 而且你要知道 很多北京里面 有没有见到很多老外啊 活得是如鱼得水 但是我还是坚持 我的乐观主义看法 我还是坚持 中国改变的 都是比中国弱的国家 将来印度 你用这种方法 你打不过 人家还是比你厉害 欧洲那个东西改变不了的 时间久了 那个瑞士的东西 改变不了的 那好东西还是在的 对 那个是 你将来中国这样的做法 你以为烂做成本啊 后面更一大堆 印度啊 什么马上就上来了 现在美国人 他要贬低中国的方法 就一讲中国 马上讲印度 对 就是觉得好像 中国现在做的事情 十年以后印度都能做 整天报纸上讨论 到中国现在就在做 还在印度好呢 对啊 中国人就觉得 已经把印度甩掉 好几条街了 觉得自己已经到了 不可能 但是我不知道别的 别的事还算是小事 我最近呢 其实有点关心这个 食物和环境的这个问题 你们是陈锋复珍 到中国来 现在跟咱们谈 咱们国家这个姿态 也不是也挺好吗 就是说食品安全方面 中国要跟全球合作 而且呢 食品安全法的这个草案 都出来了吗 我就看到一些东西啊 我跟你讲 首先是我个人体和 我40岁 哎呦 我就跟你们说 重视生活吧 我现在身 我认识的朋友里 一个癌症 两个癌症 三个癌症 我认识的朋友的朋友 跟我说 怎么现在这么多年轻人 得癌症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医学家 我不 但我觉得这可能跟咱们吃的 或者跟环境有关系吧 那当然 我今天的 报纸上看到吗 内地缺陷婴儿 激增近四成 敲响人口素质警钟 就是说 去年内地 每一万个新生婴儿里边 就有145个 点五 婴儿有先天性缺陷 比2001年 增加了近四成 就连一个官员都高喊 说这个畸形婴儿 这个增加呀 就是跟环境有关的 跟环境恶化有关的 癌症本来就是 大部分的癌症 都是跟来自环境生活 你的生活环境有关的 所以这完全不奇怪 但是问题是 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讲 那个一样 就是说我们现在环境 污染得很厉害 我们食品素质 很没有保证 但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得这样子 就是它得发展到一个程度 就如果中国 最后不是像我刚刚讲的 那种情况 就改变了全世界的游戏规则的话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怎么样 比如说 我们这种环境问题 食品问题 现在很多都是 没有信任心嘛 没有信任感 比如说你说造一个什么产品 我信得过你嘛 这个东西会不会出问题呢 都不知道 但这个东西 它只能继续发展到一个程度 就是几近崩溃的边缘 它才有机会 环境问题还是人为因素 对不对 还是人为因素 对不对 人呢 我跟你说 我现在在香港报纸上都看到 港难不举啊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色戒 这也跟环境有关 色戒这电影 这维多利亚港是 色戒这电影太成功了 每个星期 香港推出不同的话题 第一个星期就是说 他们是真做还是假做 第二个星期是梁朝伟的什么什么 第三个星期开始全港调查 香港妇女对自己老公 这个是不是硬汉 就性方面满意不满意 发现呢 哎呀 高达七成不满意 就是说港男不举 港妇难以受孕 不知道是不是跟饮食有关 这人说 最近读过一个姓周的学者 写的食品 中国食品安全透视 含化学物质的海产品 对儿童的性早熟 危害甚列 就添加激素 这一项造成的危害啊 中国女孩 中国女孩月经的出巢 从20年前的平均 14岁 提早到了到现在的10岁 更有资料显示 中国人生育能力已经降低 每8对夫妻就有一对不育 这个食物添加剂 让7岁女孩来月经 6岁男孩长活了 这家伙 男性精子 咱们呢 浓度啊 过去咱还有5000万呢 现在咱们就2000万了 断子绝孙呢 还我3000万 还我 好有口号叫 还我3000万 3000年 广告之后见 你看这儿还说呢 这山西妇女 怀胎八次生了八个 就八次都是畸形儿 就一个妇女吧 你说的是 一个妇女 那是她 一个妇女 就是说说就在山西那个煤矿区 你看跟环境有没有关系 出现的鸡胎的这个比率特别高 不不不 你你你你你你你讲环境不好 我给你读几段 嗯 错别字 直速造零 零是 零 零 白收起家 那个不是手 白收起家 白收钱起家 勤劳致富 勤捞致富 多了一个提手边 择油入取 油 油水的油 择油入取 德财兼币 嗯 人民币的币 嗯 检查验收 验是宴会的业 哎 得吃酒 这么写出这样的字 嗯 大力之池 吃吃 大力之池 为民除害 除是储蓄的除 为民除害 提钱释放 这个就是上次周正义就这个 钱是金钱的钱 提钱释放 最后一个就 不能说吧 周正义呢 还不能说是提钱释放 他上次不是判得很轻 不是 等于是 那你怎么知道内幕呢 你刚才不是说提钱 因为钱买通吗 我就会报监狱的 监狱 对 那不就提钱释放吗 那最后一个是就 公关小姐 那个官呢 是官员的官 公关 这跟政治没关系 这都是错别字 就语文程度不好 对对对 明显是的 但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 这种情况 说食物安全 其实向来 从差不多20世纪初之后 全人类的食物就已经都出问题了吗 不是吗 比如说以前你记不记得 有一种很常常使用的杀虫剂 叫DDT 对不对 直到后来就是直到美国那个卡尔森 他写那个极尽的春天 就是说整个春天突然听不到鸟叫声之后 大家才突然发现 那个DDT 对那个DDT 原来伤害会那么大 一五小时也打过 对对 对吧 以前都打嘛 DDV嘛 就是我们说的 对对对 那就是DDV 但后来现在都不用了嘛 现在都不用了 哪啊 你知道我们有一地方 那泡菜 居然是拿DDV泡的 哎呀 那个是他的问题 所以呢 现在就是 你看到我们所有的工业化之后的生活 食品就不停地出现威胁嘛 以前我们哪有这种事 你就现在看